哈哈,爆笑穿越来袭,多人有声剧,快穿只反派又黑化了,作者裸奔的馒头,演播一刀品。 第189集 阿芒正了一下,眨眼的功夫便懂了,他大笑了起来,将南巡重新拉到了自己身边, 趁着大伙儿都出去欢呼了,偷偷摸了两把,再狠狠亲了几口。 阿夕,我说过,我就喜欢你一个,别的女人再好,都比不上你。 阿芒火辣辣地盯着他,那模样竟恨不得立马将他吞入腹中。 南巡这下满意了,他极其大胆地坐到了阿芒的腿上,抱着他的头狠狠咬了两口。 这火辣的行为,让旁边几个男人吹起了响亮的口哨。 南巡奖励般地亲完他家男人后,还是起身走到了跳舞的男男女女中, 然后他突然展开双臂,腰一扭,胯一甩,跳起了极其惹火喷血的肚皮舞。 扭腰,扭扭扭,甩胯,甩甩甩甩,单边甩,小弧度甩,大弧度甩,半圆左右甩。 瘦皮围裙包裹着女人弧度美好的臀,纤细的腰肢,漂亮的臀部, 经过这一支腊舞的渲染,放大了他身体的美,野性的,充满诱惑的舞蹈,让周围一片寂静。 只有吞咽口水的声音,此起彼伏。 南巡正跳地投入,身后一支有力的臂膀,突然横空出现,一把孤住他的腰,将他整个扛了起来。 阿莽怒气腾腾地,瞪了一眼方才那些眼睛黏在南巡身上的男人们,就这么扛着他的小野豹回洞里了。 男人们,看着那生气地扛走阿西的组长,全都哈哈大笑起来。 哎呦,阿西的腰啊,扭得可真灵活呀,要珍惜,哎呀。 男人们说着婚话,但也只是说说,他们可不敢打阿莽女人的主意。 唯有阿豹,目光灼灼地,一直盯着被阿莽扛在肩上的女人,直到人消失在石洞里了,才收回了那极具侵略性的目光。 阿豹,扯过来自己的女人阿湘,就这么开始上下棋手。 阿湘呻吟出声,眼里却全是杜艺。 石洞里的南巡并不好过,生气的阿莽粗鲁地扯掉了他的衣服,直接生火烤肉。 他狠狠地咬着身下的小野豹,一边烤肉,一边霸道地要求。 阿夕,以后不准在别的男人面前跳舞,听到没有? 南巡勾缠上他的腰,兴许是那种醉人的红果子吃多了,媚眼如丝地横他一眼。 我本来就是跳给你一个人看的。 石洞外,篝火熊熊燃烧,石洞内亦是火光四射,灼人不已。 等到两人收拾妥贴出去的时候,原本热闹的篝火晚会已经结束了。 族人们已经吃完了烤肉回石洞歇息了,只剩下三三两两的人还在篝火边聊天。 看到阿莽和阿西出来,有一个女人大笑道。 阿莽的体力可真好,这么久了才出来啊。 南巡的脸刷一下变得通红,虽然已经习惯了远古人的直白,但南巡还是会觉得羞耻。 阿莽,你和阿西的烤肉我们留着呢,快些吃吧。 一人指了指篝火旁放着的瘦大腿,那里是最好的肉,留给了他们组长和组长的女人。 阿莽拉着南巡坐到篝火旁,把肉又稍稍热了一下,然后才从上面撕下最肥嫩的地方,递到南巡嘴边。 南巡刚好不想弄脏手,成了他的情,直接张嘴吃。 旁边偷看的两个女人嘀嘀咕咕的,笑得脸上都开出了一朵花。 吃完烤肉,爱干净的阿莽带着南巡去河水边清洗了一番,只是现在河水更凉了,阿莽没让南巡下水,只让他用瘦皮擦拭了一下。 两人清洗完回去后,族人们差不多都歇息了。 南巡取出了从部落里带回的自制牙刷,用竹筒当牙刷杯,两人一人拿着一个竹筒,里面盛了清水,然后蹲在石洞外刷牙。 牙刷是南巡自制的,他发现阿莽用的那种清洁牙齿的青草能挤出绿色的汁水,等过个三四秒钟,那汁水就会自动结成膏状。 南巡扯了好多草,全部捣碎了,挤出了里面的汁,把那汁放到了一个竹筒里,等到刷牙的时候,两人就用手指挖一块牙膏,放到门牙上,然后用软茅草制成的牙刷刷牙。 阿莽很喜欢南巡制作的牙膏和牙刷,每天吃完饭都会拉着南巡一起蹲在洞口清洁牙齿。 每天一成不变的生活,可能会让人觉得枯燥,但南巡不这么认为。 他喜欢看部落里的孩子们笑笑闹闹,也喜欢看到男人们扛着猎物回来后,族人们欢喜雀跃,围着食物跳舞,更喜欢看着女人们围坐在一起缝缝补补,老人们也坐在一边边逐杯楼。 南巡终于把虎皮大衣和裤子做好了,就是那虎皮靴,做得不太像样。 南巡先是用草绳编出了鞋底,然后又用耐磨的蛇皮在上面裹了一层,多余的虎皮做成了靴子筒。 南巡把脚探进去试了试,踩上去还挺舒服的,也不影响跳跃,只是穿起来有些笨重。 想了想,南巡又做了一双虎皮短筒,只不过短筒的话要夹做一个袋子,到时候拴在小腿上,免得跑太快的时候掉落。 南巡原本还担心,阿莽会不喜欢这一身虎皮大衣和虎皮裤子虎皮靴。 没想到,等晚上,阿莽穿上那一身,表现得很欣喜,特别是那一双虎皮短靴。 他穿着,在石洞里来回转了好几圈,最后没忍住,直接跑出石洞,在外面又跑又跳的。 啊,阿姨,我太喜欢这双虎皮鞋子了。 阿莽高兴地将南巡按在兽皮上狂亲。 有了虎皮靴,阿莽就不用怕丛林里扎人的带刺植物,鞋底不算厚,也不会减弱脚与地面的触感。 南巡见他喜欢,自己也特别高兴,他决定再给阿莽多做几双鞋子,每个季节地做两双,让阿莽换着穿。 秋天比南巡想象中过得还快,眼见着天气越来越凉,树叶也黄了大半,男人们外出的时间越来越长了。 女人们没有闲着,在南巡的带领下,她们囤积了很多红薯,把野菜晒干了,腌制成了野干菜,到冬天的时候可以混着肉干一块儿煮着吃。 虽然部落里有了淘气,可以储物和储水,但是这玩意儿毕竟耐不了高温,所以南巡找到了一种巨大的坚果。 这种坚果的壳儿十分坚硬,用石刀砍许久才能砍成两半。 坚果里面的果肉不怎么好吃,但它的壳儿却经得住火烧,所以被南巡用作了烧水烧菜的锅。 有了可以烧饭的锅,南巡就不像以前一样,用棍子穿了野菜和红薯在火上烤,它可以煮很多很多东西,还可以烧好喝的汤。 哟,亲爱的,你最近气色真好啊,是不是那野人滋润的? 小巴闭关了一段时间后,冒泡了。